明古屋站里面其实有很多餐厅美食 接着它分了很多条食街 那次我去的叫广小路街 接着就... 我想吃乌冬 不是很多人 趁味有位 原来基本上全部都是味噌面士汤的味 这个是咖喱 这个是豚肉 这个是明古屋 天婦罗 有位 很快有位 等了一会儿 我们是用电动链的 让我们看看是什么食物 有中文 我大概说什么 有蠔 特产鸡 因为它下面有一只普通鸡 另外有一只名古屋 的欧子鸡和天婦罗 有些普通的味噌烏冬 鸡肉烏冬 猪肉烏冬 对 原来说鸡蛋呢 可以一不就打进去给你 不改啦 要不就不要蛋 要不就煮熟鸡蛋 要不就自己再打进去 你想怎样煮鸡蛋 不就煮熟鸡蛋 可以啦 保持原样 好啊 好啊 很好啊 我那些没有冲 可以选冲的 那我不用了 保持原样 帮你什么都保持原样 哇 头都云外 那么多东西 好 看看环境 它是这样 很明显有个前菜 植物啊 青瓜 这些可能是酸菜 那我一杯橙汁 这家店是高档的 一杯橙汁也十几元 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一种豉油瓜 这里有个一味粉 有一种叫白味粉 我们香港只有七味粉 是否酸 不是酸 先试一下 味道怪怪的 有些姜味 很清新的蔬菜味 试试这个酸 这是什么 是你呢 很爽 真的不知道什么 是你呢 这是什么 萝卜 什么 什么 这些果然是植物 这种果然是植物 有那个叶味 嗯 哇 很清新 好 来啦 我来的是猪肉 大家的虾 哇 热啦 好 开来看一下你的 这个就是天婦罗加鸡 好 先试一口汤 应该浓到妈妈不认得 哇 你一定不喜欢这汤 咸到苦 你不行了 那日本人长瘦 怎么会有事 今天导游小姐先说 面试汤长瘦 尤其是清脂没有汤绒 好 试试汤长的质地 这种汤长和我们在香港吃到的 日本的汤长不同 很硬 像是面 像我们上海粗面 好 先试一下 猪肉 看上去应该粗糙 当然不是 很软 不过大家有心里准备 汤真的很咸很稠 很厉害 我试试了对面的鱼 名古屋鸡 叫什么 膠纸鸡 好像是这里的鸡 这个鸡好吃 好吃 蛋就没有什么 都是这样 好 尝蝗 浸淡了 面试汤蝦 明试汤蝦 但为何买到百多元港珠这么贵呢 所以每个地方的后味是不同的 每个人的后味是不同的 吃饱饱 其实不是很饱 不是很大盘 接着就已经百多元 不是说不好吃 又不是说很好吃 但OK啦 那么出名了 名古屋的必食 不如试试一次 那些汤很特别 而且面的特色很厉害 即是很厚的很硬的 那 当然要试试别人的好吃的东西 OK啦 好 晚点再吃东西 好 走到旁边有个新商场 叫JR的Gate Tower 其实本身很想上上面 这里上Gate Tower 其实我本身很想上上面 不知道有个三十多楼 还是四十多楼的Starbucks 是最高的一家Starbucks 但是因为时间紧臭 没有空去不到 走到商场 走到商场 我们研究下一家Starbucks 是怎样的 但又没有 没关系 这里看不到 但是也有很多食物 喝喝吃吃 那话说呢 上去看这两家店 真的超级超级大 我想比起任何香港的商店 都是大 其实就没什么好行 所以我没有介绍了 由于刚才不是很饱 我现在到这里 去吃那家万元饭 这条路也是这样玩的 小小的 哇 这家店很多人吃 吃牛扒炸 不是 都是味噌猪扒 好 究竟我们想吃的万元饭 多不多人呢 跟着向前走 有条拉面街很棒 每个都这么多人吃 很好 不过我不吃了 太多人了 是 留意这条街叫做 名古屋 逆面通村 由于刚才第一家 选的那家 鰻鱼饭 太多人了 这次又来回这里 这个今早麦当劳那里 今早去集合之前那里 现在是这里 我想去这里 不认识 没认识 又去看看 这里有个 没有了 sorry 又是 多人到次又废 这个就是刚才 导游介绍这间 这个 没有了 拜拜 可以回去了 由于这个名古屋站 太多人了 到处吃东西都排队 所以撤退 去 当陪大家 兜了我一个圈 看看有什么吃 好 回金山站 早晨啊 年初四 星期四 不是星期四 我还在等 第四天 今天要坐三点多的飞机 因为 坐廉航就是T2 要去T1 要点时间 所以 我就寻愿早点出发 那 所以 现在 我们今天景点 不是很多了 那 就只是 去一去 金山站 我们附近 有一个景点 叫热田神工 但是 我们去之前 喝一杯咖啡 吃个名古屋 会做炒 今年9月 商店街 喜好很漂亮 现在去一间 咖啡店 旧式餐厅 在这里 就在对面的 热田神工 对面 好 咖啡店 那我们就会 话说是 啊 有热食 啊 不是啊 有这些东西 吃啊 话说呢 做餐11点半钱 就是叫这些东西 那就可以再加 这两个不用钱了 那这个就加250日 但如果再想吃蛋呢 就加多70日 跟着有个 这个小仓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再加多半块多士 就70日 这里的环境很舒服啊 很清幽啊 很怀疚啊 它这堂很搞笑的 你看一场又奶奶 这个都很漂亮 葱咖啡了 这个煲倒出来的 看没有东西吃来之前 没有东西喝来 我们看看 哇 很值得吃啊 哇 那些肉酱意粉 750日 而已 30多元 而且这些旧式露店 应该好吃 有炒饭 很棒 好了 试试个面包并 这个就是特色早餐 有些红豆 有些多士 那突然这间呢 有个蛋沙律面包 应该是冷的 但是这些东西应该很新鲜 好吃 很好笑 有枝假的煙 不知道我们做什么 这个装饰来的 Cappuccino 我就喝它的特色咖啡 混合咖啡 叫做 应该就是有不同的咖啡豆混入 好 试试咖啡 跟外面的咖啡不同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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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豆饼 是不是应该要塗上去吃 应该是 我觉得 塗一点 有塗一点 像乳酱 这样吃 不知道红豆会不会很甜 先试试 不算太甜 不算太甜 很有趣 早上吃甜多士 超方便 热田神公仔 在刚才 Icy Maze 对面 就是这里 只要进去 就很难 明古屋 这个热田神公 原来是一个神道神公 计算这个 有一个叫医世神公之后 这个是受日本人第二大崇拜的一个神公 原来说它的历史有1900年 之前有一把神剑 比美 不知道什么 阿塞王 阿塞王 是不是外国人的海神 原来说是日本王拳的三大神器之一 好 我看上网说 刚才正门这边进来 转右 就去到本宫 即是这边 所以人们每个都去那边走 这里有个介绍这里的历史 真的有1900年的文化 真的1900年了 真的1900年是什么环境 真的 进来了 很清幽 真的很喜欢逛逛这些神公 尤其是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 很舒服 很漂亮 很漂亮 又是那些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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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想买一个身体的 我想买一个健康的 但要翻译一下 看看有什么分别 哪钱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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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这里有个秘密入口 我们过来看看 因为我上网 是查过 这里 没错 有一间 很有名的烏冬店 Yeah 我想说这些800日元 应该比昨晚吃的 那家 多少千日元 我忘记了 3000日元 那些 很香 已经闻到很香 你看看是什么 大屋 好可怕 找得吃 原来是我自己的 很棒 谢谢 小碗 拿小碗 拿小碗 先试一下 湯 嗯 又是行道次行 因为有木鱼 但是先试一下 800日元来说 没有吃过 昨晚的3次 1万元 没有肉鱼 纯素 因为是这家神工的推介 好 正 算了 回到香港才减肥 近日真的肥了很多 自从回到大陆做事之后 很想试一下 这个饼 试一个 很开心 如果喜欢吃这个 这个 湯底 它的面质 可以买回 1300日元 这些是不是多拉A梦饼 其实是豆沙饼 红豆 红豆饼 没什么特别 总之 不算太甜 130日元 难怪有警告牌 刚才 昨天看到这么多烏饼 这里的意思是 Kalasu 小心烏饼 特杂 想吃 刚才我们这里出来了 是本宫 其实这边右边有个保密馆 保密馆是要收费的 500元一位 大人 整天500日元 另外烏冬面 旁边也是有个 原来是这样的玩法 看一个馆就500元 这里也是500元 两个馆一起看就800元 这里就是看那把剑 就是我说的保剑 保剑馆就是这样 有两把大剑很长 其实呢 我现在已经看完了 但进去其实500元 可以给你 我刚才看到那些人 可以拿着来拍照 但当然不可以拿出来 只可以两个人左右 捧起那把剑 但都挺厉害的 那些剑那么长 以前那些将军 武士 都需要很大力 哇 七尺 看到吗 叫真病十郎左卫门 刚才8点多钟 已经到了热田神宫 9点钟 这家烏冬面才开门 OK 突然间很多人吃 很多人都应该拜完神 或者参观完 这样吃 二田神宫 很值得是神祖楼楼梅的造仪 很舒服 当公圆地走 值得推介 请不吝点赞